传统的朝安卡塞典与七康部室 随着时代MBMC渐渐失传 一轮中的效公国秀继续团兴兴台风文化 等级以来都会安排导演的课程 来和小朋友联军 合适到部室的透露 其中也要请部队官的室区 来与命和最坎坷的部室典型 旧处备用学生孩子团队合作的进行 也来困难他们的身体健康 让孩子能够在学习团队中 进行学生的地方文化地下 小朋友在在老师的端页子下 将七康部室的阶线透露展现出来 以轮向学校公国秀 登基隆安排这关团团的课程 让孩子联系开水栽 拿兵器团兴在地文化 其中这给做坎坷的传统部室定型 竟是有特别的意义 坎坷就是一个团队 如果把这个团队发挥最大的公和的效力 在古代以前 整个假如说 有土匪要来劫略这个村庄的时候 我们平常训练有些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阵型去 对付这些外来的侵略 练好的重点记录就是领要修 做麻布的架式 还有拿刀的那种架式 扫子吹错或是绕错地方 那变成说整个团队三十几个人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不对 对 那后来是不是有慢慢好转了 有 好转的秘诀是什么 每天练习 开口是要每次练习才可以 准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要靠 然后脚步要怎样 随着时代的演变 将我们举到文化和这群母书 渐渐是团 接下来在地文化 让小孩从小孩到亲身来接受 其中的辛苦 也能竟然更加了解 古早需要人身体 风策头的时代背景 武术里面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有修罗的这句书宴 书人没书丁 书丁不书丁 书丁没看面 强调的这是一个团队 合作的这个精神 你从这个训练当中 可以看到小朋友 他最细微的动作 如果去拿兵器 如果去重视人跟人的互动 如果能够把人组合成一个团队 然后有效力 有纪律的展现出 整个的训练的成果 连着过去 用团团的方式来团形 乎学生孩子 要让文化的孩子 可以继续发生 接下来 报告